柯震东今年入围最佳新导演 从演员柯震东变成了导演柯震东 首度指导就以黑的教育获得金马奖提名 还成为金马史上所未拿过新人奖 又入围新导演的人 你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多少比例的好人 多少比例的坏人 入围当下我是蛮开心的 只是因为感觉前面的努力跟付出就被看见 而曾在五年前川都知道 同样入围金马新导演的张精灵 今年带着新作品《一家子的咕咕叫》 问鼎最佳导演讲 我这些叫啊 你会有关锋吗 你没有办法去借一批鸽子来 然后他 你把他放开来 他会在你的族群上面绕吗 因为他就飞回家了 所以变成你要养 那养就很复杂了 描述赛哥家庭的故事 张精灵从但夫妻训练鸽子 一恐怖片咒入围的柯梦荣 则为了拍出未纪录片 花了许多时间克服各种敬畏挑战 你一直想着怪物的话 怪物最后就会租进你的脑袋里面 那个摄影机的位置都是 这些角色拿的摄影机的位置 所以你排戏的时候你就会改走位 你就会改到进位 所以常常花很大量的时间 在和演员讨论 然后排戏跟打破原来的计划 而描述高山部落家庭故事的 泰雅族导演陈杰瑶 新作品还用家 真挚感人 家庭是世界共同的主题 我希望大家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它不只是一个原住民的故事 它就是一个家庭的故事 另外还有以夏日天空那天红马 第五度角逐机马最佳导演的张作季 于被誉为是端出近年最具 个人特色作品的香港导演郑宝瑞 他在警匪片致死中 打造了一个黑白色调的罪孽城市 过去几年在大陆 拍了一系列西游记电影的他 走过迷你双收的取经之路后 决定找为创作的初心 在看似没有希望的黑白世界中 他却重新拾回了对电影的热情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